杨氏太极拳在武林当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今天我们走进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亲族传人赵又斌 去听听他的太极人生 刚见到赵又斌老人时 一头白发的他正坐在窗边与人交谈 话语间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很难想象这就是叱咤全坛的太极拳名家 因为我父亲他是第四代敌传 是杨成府的直外孙 咱们广府镇 我是五零年生 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给我叫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是河北永年县广府镇杨禄产所创 而赵又斌的父亲赵斌就是杨家的外孙 自晓得杨成府宗师真传 后长期在西安授权 赵又斌从小随赴赵斌 习练传统太极拳功夫 16岁时就开始在西安授权 多年的打磨历练 让太极拳法深入赵又斌的骨髓 太极拳精神也让他受益匪浅 对我来最大的受益是什么呢 就是心地非常静 有一种包容 强身包容 而且呢就练拳本身来讲呢 是感到很顺和 它带来的现在的意义就是全民健身 2021年我国第14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召开 作为太极拳名家的赵又斌 受邀参加了盛大的开幕式 他带领300人团队的太极拳表演 行云流水美轮美奂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结果这个任务当然非常激动了 这个整整三个月时间都在 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训练 等于又重新历练了一次 虽然是我有我的镜头 由我来率领的300个人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我觉得我代表的不单单是我一个人 也代表我们全国的 包括我们广府的 因为我打的洋史嘛 习武多年 赵又斌始终如一不曾忘本 他推广太极拳的足迹 遍及我国23个省及港澳台地区 立访美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等多个国家 门生弟子众多 在杨禄禅故居里 在赵宾太极园内 赵又斌带领弟子再次洗起太极拳法 如同祖辈一样 他一生都在为洋史太极拳推广 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扎根永年太极沃土 更让花开海内外 逃离变天下 他表示 为回报家乡 决定每年春季 召集海内外弟子 回广府故乡 举办大型太极拳祭祖 和相关公益培训活动 广府是一个是我们的根 不仅是我生命基因的这种根 更主要是太极拳的这个根 虽然我生在洗眼 但是情绪永年 随着省运会临近 韩带